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多少美感的提升 还让下方的耳机孔变得非常尴尬 唯一值得称到的只有细节上的做工 但也不妨碍我们给这个凹槽做个评价 一个大写的燃并软 翻到正面 一股强烈的大家来找查 即时感 要不是这颗Moonlight闪光灯 估计X7也要彻底沦为国产机中的网红脸了 底部开口 两机程中心对称 翻个声安能变 我是OV 与R9停留在图标上的学习不同 X7非常熟悉西方水果那套操作逻辑 在扁平花的iOS7诞生后 Vivo最快推出了屏幕底端上滑 呼出控制中心 并整合了多任务 因此多任务键的位置依然是不多见的菜单键 比较 嗯 复古 R9的指纹解锁亮屏速度已经很快 X7更进一步 触摸即可解锁 砍掉过多动画的做法 相信也会被越来越多的手机效仿 发布会上说 为系统稳定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 接到这个消息 媒体本身也要判断 几天使用下来 X7的PhoneTouchOS 在稳定性上还有所欠缺 AppC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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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的情况 我会遇到 唉 我也替你们着急呀 真的 细统方面 Vivo的思路跟OPPO还是很接近的 优化消费者在柜台前的使用时最能感受到的点 媲美OPPO的优化 加上比R9更高的配置 实际表现 相机打开速度 X7要更快 网易新闻 优酷 微博的打开速度 网易新闻,B站,浏览器等软件后,R9终于支撑不住,在浏览器网页切换以及网易新闻上出现了明显的卡顿 而同时XT依然流畅无比,对比结果可以说明R9可以在一些方面优化的跟去年的旗舰Pro5接近 但性能的上限也让它无法跟今年的中高端笑容处理器竞争 而配备了更强大的笑容65W的XT则有更好的表现和更高的天花板,无疑在两者的对比中占据了上风 5小时续航测试,3000毫安时的电量剩余44%,这个成绩让使用联发科P10的R9难以忘记向北 可以说在这个尺寸上把手机做薄的同时兼顾续航的手机不多,快充方案 充电测试中半小时充电36%,1小时83%,0到100的总时间为1小时39分钟 相比之下R9的Voke闪充要更实用 XT采用了一颗不指名厂商的1300万后置摄像头 打开相机,界面是浓浓的水果味,对焦速度很快 多滤镜也大大增加了拍照的趣味性,录像时连续自动对焦功能不算很快 追焦性能也比较平庸 色彩还原方面,我们知道水立方是蓝色的 但在1加3镜头下,它蓝的像海立方,R9偏红 XT还原最准确 细节解析方面,我们选择了结构复杂的鸟巢体育场 透过树枝般的钢架,1加3的样张保留了非常丰富的细节 XT表现与R9接近,但是XT的涂抹让画面失去了立体感 R9的锐化带来更多细节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噪点 前置摄像头是XT这次主打的卖点 实际表现,光线充足的时候,Vivo手机对红色特别敏感的特点还是没变 从手机上看,XT偏暖的风格更讨人喜欢 暗关环境下,R9的样装亮度严重不足 有Moonlight 柔光灯的XT,无意大大的拓换了能够自拍的场合 更加适合喜欢随时随地自拍的女生 XT的配置足以让参数档听到女生要买Vivo时,不至于那么痛心疾首 从续航、处理器上透露出这部主打线下的品牌的一丝诚意 针对表弟家热卖的R9,有意补充的性能和强化闪光灯的前置自拍和更低的上市价格 都透露出一个不错的讯息 线下的手机似乎也开始从配置上凭性价比了 但是让我们疑惑的是,当这两部看起来极为相似 定位也高度重合的手机摆在线下的橱柜上供人挑选时 他们的目标用户可能并不会为高通652与MTKP10之间的差距而烦恼 但多半会陷入究竟是选欧爸送中机还是小鲜肉李一丰的世纪难题中 如果你也这么想,请参与我们在QQ空间发起的 谁是线下最帅国民老公投票 不转不是中国人哦 爱佛商城7月毕业典里活动全新上线 所有在校学生可通过提供相关资料的方式参与活动 购买我们的高品质闲置手机后可获赠全新苹果充电套装 如果你刚结束高考,提供相关资料后 我们还将额外赠送一条原装耳机 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访问爱佛.cn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我今天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官方微博的凡思们,不用跟我们道歉 对不起微信订阅号的听众们,没事 对不起优酷视频的观众们,我们都很大度 对不起B站的绅士们,暴风魔镜跳票了 暴风魔镜跳票了,对不起 暴风魔镜跳票了,对不起 华旭也跳票了,华旭竟然也跳票了,不能认识 华旭也跳票,对不起 魔镜跳票以算,华旭我第一次听说跳票 对不起,可笑,太可笑,Shit 对不起,他们都跳票了,Shit 对不起